最新的消息 身穿酒红色西装的张艺兴造型曝光 短发和性感的眉毛更加英姿洒爽 看完照片后 很多网友舔着屏表示 这造型太性感了 酒红西装配短发气场十足 上一刻是英气逼人 而下一刻高冷桀骜不逊 气质一直拿捏的恰到好处 可圈可点 不能一个人流口水分享给大家 张艺兴去网络制舞蹈风暴 在不失去干练的同时 也表现出男人独有的魅力 他是内地华语唱跳歌手 同时也是影视演员和嘻哈舞者 他要求自己在每个领域都做到最好 在建国大业中的表演 也获得了第九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 同时也是街舞推广大使 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 早年他参加了选秀节目 并结识了伯乐林俊杰 当时林俊杰告诉张艺兴 只要努力四年 你就会成功 偶像的话使张艺兴的信心加倍 从此张艺兴的座右鸣两个字努力 除此之外 还有情出演第六季极限挑战 同时 他参加录制 我是创作人二和少年之名等 还在准备第四章专辑连 可以看出张艺兴非常勤奋 非常努力 现在少年之名综艺节目已经结束 以为他会休息几天 但是这就是街舞刚结束不久 舞蹈风暴第二季 由张艺兴担任见证官 身穿酒红色西装 赶往舞蹈风暴的现场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张艺兴的努力 作为街舞宣传大使 并没有义务举办比赛 但他还是这样做了 许多网友仅仅看了照片 就充满了幻想爱上这位霸道总裁 实际上 张艺兴以前也穿过红色西装 不过 从气质和气场 张艺兴完完全全拿捏的恰大好处 请不吝点赞订阅